Lio聊事件以天天榮個星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來看到羅馬人對上馬力人 這一場比賽是和平披薩的地圖 這場比賽是漫遊戰士碑2 這兩個地圖也被我稱為賓士地圖 那賓士是不是該找我打個廣告了? 不太可能 好,我們來看一下瑪莉 瑪莉這邊的文明特性 是挖進的速度很快 而且他攜帶速跟採集的時間可以再更久一點 後期有飆漢精神 可以讓肉馬跟駱駝變成14點的傷害 非常的痛 那瑪莉人不管是要打騎兵 其實弓兵也是很適合 城堡時代的話弓兵有2級射 雖然他有強弩,但沒有3級射 但是中後期也可以考慮打火槍或是飛刀女獵手 在於城堡時代的中期是非常好用的單位 那瑪莉人的森旅科技也是OK的 沒有啟事思想 基本上是全滿的狀態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邊是羅馬人 尤布丁台灣高手選擇的文明 那尤布丁現在的分數是2500分 雖然已經脫離TAG 但是他在單挑的方面 分數也是越來越厲害的一位台灣選手 對於台灣選手 我個人還是非常支持的 所以我們最近的比賽 有看到台灣選手的比賽 還是會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尤布丁這邊選擇到的文明是羅馬人 羅馬人的特色是他的步兵鎧甲 每點一次可以獲得兩倍的加成效果 點一次就是雙防加二 非常可怕 在於城堡時代是他的防禦最頂峰的時候 羅馬人他的軍團兵比較有特色一點 是他可以直接跳過雙手劍兵 直接升級到軍團兵 長劍兵 然後突然就變成軍團兵了 對於升級速度來說是很快的 羅馬人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步兵跟騎兵路線 他的攻兵路線不太行 沒有三級色 跟馬力一樣 而且他也沒有強奴 但是他有重裝馬風 所以之前的比賽裡面有看過 羅馬人使用馬風策略 但是只有城堡時代 因為他城堡時代的品種跟蹤技術 都是滿的 如果你只看城堡時代的話 哪攻是能打的 地獄時代繼續轉軍團兵 或者是重裝騎士 或是百夫長 還是比較適合羅馬人的打法 羅馬人的聰明 都有5%的採集資源的修理跟建造 還有採集資源的效果 所以他在前期的部分 資源採集量看起來沒有那麼好 但是到了帝王時代之後 他的資源是非常可怕的 會有雪球滾的誇張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的重點就是 這是一個披薩地形 只要可以挖穿這個地方的話 就可以通往不同的區域塊 那這裏邊這個地方是食物 果子比較多的地方 所以大部分的選手 會把城堡中心開在左邊這個地方 讓自己升時代會比較快 那時候其實也是會看到 有些選手會開在右邊這個地方 右邊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對手不是開在這裡的話 吃的大象的數量也是很多 然後盡可能的把左邊的地方 給挖穿就可以了 那如果在右邊這個地方開局的話 他的黃金和石頭 或許會比較穩定一點 把這裡挖穿之後到左邊 再去進攻地點 或是來採集食物 也是可以考慮 那通常把這個地方挖穿 也不太需要食物就是了 開始灑農田 那當然也有選手會決定 要把TC開在這個外圍地方 直接去外右側去拿聖物 那不管怎麼說 這張地圖是很有特色的 是會根據選手去判斷 到底要怎麼打的 那我覺得這張地圖 對於尤布丁來說 也是以大考驗 也是考驗他 對於地圖的敏感度 還有這個決策的一個重要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馬力人 尤布丁 已經升上去 但是這邊 是16匹 升風 16匹升風 然後這邊是弓兵開 沒問題 馬力人弓兵開正常 因為他雖然騎兵很強 但是那是帝王世代的事情 尤布丁 有挖金速度的加成 尤布丁 能用黃金打的兵種 除了弓兵之外 也只持下裝甲步兵 那尤布丁這邊是沒有把馬舊 蓋在左邊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視野 他的視野有看到城鎮中心 但是並沒有知道對方有沒有來打架 潘石這邊使用了一隻赤頭 解決掉對方在右邊的基地 那這邊右邊的話 這個區域都是尤布丁的 的區域了 那這邊尤布丁已經看到對手 按了毛病過來 被毛病打有點痛 偷了一個織布 尤布丁很大膽 很大膽 這裡補了一個市集 這邊是想要職程嗎 看起來是想要職程買賣 賣石頭嗎 那這樣會不會出事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覺得這邊買賣上去的話 也不是非常賺 而且是現在的食物 買一下要150肉 竟然比起來貴了二次單位 所以我覺得買賣上去 其實是蠻有壓力的一件事情 而且現在還斷村 所以我覺得 這裡還是傻農田吧 他剛剛看起來一副是想要職程 這裡馬就補了 按一個赤頭 結果農田沒有辦法中 毛病再打農田 村民在發呆啦 趕快按個肉麻擋一下 槍兵出來 OK 槍兵直接戳掉了 尤布丁的洛馬 這邊有點小小尷尬 下面這邊洛馬 想要做點事情 這裡已經挖穿 洛馬過來支援 但是對手 瑪莉人沒有打算讓尤布丁這邊溜過去 剛剛布丁都在操控這裡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邊看起來 沒什麼在操作 補了一個射箭場 還是打個封箭吧 不然會被弄到沒有辦法正常採集支援 那現在布丁這邊要考慮 右邊這個位置 要不要補射箭場 去做出一個壓制 不然就是要來這邊插箭塔 布丁這邊可以趕快拉個兩吋 過來插箭塔 直接把這裡控制住 也是一個很好的策略 控你石頭 還可以稍微防守一下對方槍兵 但是這邊已經槍兵戳出來 可能會有點難打 這裡還是要稍微補一下 家裡沒有補箭塔 這裡木頭有點爆量 可以看到這邊田是來到了九片田 但是實際上能種的田就只有這幾片 那現在瑪麗人這邊的經濟優勢是比較好的 但是這邊已經升到了城堡時代 拉了一大堆的村民 到了下方的區域想要挖石頭 直接插寶插石油不丁 那油不丁這邊升城堡時代也是要趕快 但是還好這邊已經快要挖穿了 那待會這邊漏馬就可以來過來支援了 也可以從這邊趁機繞幹 這裡瑪麗人 城鎮中心是沒有不在墓區的 所以可以看到他對伐木都要這樣子走得比較遠一點 這裡終點下城堡時代 瑪麗人這邊是決定要來挖石頭給壓力 這邊稍微來逛一下 發現城市中心旁邊都沒有人 把這個鹿給打掉 不給你吃鹿 斑馬才對 現在瑪麗人城堡時代值得一看他會怎麼去做策略 現在這個情況就是毛兵跟槍兵多暗一點 開始錢壓就對了 守住自己的村民去壓寶成功就能搞定 羅馬人 由不定這邊城堡時代還有一分鐘 這裡要盡可能的拉村民去蓋打地樁 蓋個房子 不要讓對方插會比較好 但是沒有插 明明已經看到村民過來 但是卻沒有阻止對方過來 蓋這個城堡 布丁算是有點半放棄的狀態 你要插就給你插吧 這邊待會要反制的話可以選擇衝車或是直接繞幹 把這裡毒死下面開城的東西 繼續開農 看起來有不定是想要放棄 但這邊直接村民打開這個窄口很卡很卡 這裡可以點個輪軸 或是繼續按村民 甚至這三片田還可以再稍微吃一下 瑪麗人直接插寶 讓布丁這裡經濟有點小小炸裂 小小炸裂 下面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補了一個兵工場 出來了 背刀女獵手 這裡補一個石牆嗎 先補一個木牆擋一下 本來想要過去 但是按右鍵直接回頭 直接點應該要設在這裡會比較好 馬力人的飛刀女獵手 在城堡是在初期跟中期 是一個很麻煩的單位 那羅馬人這邊要反制飛刀女獵手 最好的辦法就是出弓兵 不然就是用 三旅去反制 用投石車跟奴炮只能稍微擋一下 如果被飛刀女獵手A過來的話 這個投石車或奴炮是會招架不住的 我們就來看一下 布丁看起來是想要奴炮打回去 那奴炮的數量可能要非常龐大 才有可能打得回去 那現在要穩住奴炮的話 最好是要趕快去多拉些村民 去採集黃金採洗 但是羅馬人奴炮很便宜 只要30塊就可以造出一隻奴炮 他是奴炮最便宜的文明 好這裡槍兵戳到 好這裡打破這個牧牆 村民拉走 右邊這個騎士出來 稍微打了一下 好這裡直接一個反擊槍兵 不能再被這個槍兵追著打很麻煩 左邊的牧牆破掉 烏炮回頭反擊 串燒一下 有彈道學 但是沒有點彈道學 所以看起來奴炮是歪的 OK 飛到女獵手 直接手扔掉 謝謝奴炮 但是飛到女獵手 數量開始變少 就有點難打囉 但是還是秀得了這個奴炮的喔 但是我奴炮便宜 你就儘管換吧 好 好 稍微反打 再串 就不要換掉一台奴炮 但是交換筆看起來布丁不算虧喔 不算虧喔 看起來算是還行還能接受 好那現在瑪莉人是雙TC 開農喔 好那目前看起來 布丁是想要 單TC 打奴炮 點彈道學囉 那這個打法會不會有料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那布丁在右邊的部分也沒有補城鎮中心喔 甚至把自己的石頭全部花掉了 好 好 布丁這邊點下來二級 伐木 瑪莉人這邊飛刀努力手 要打這個奴炮應該算是ok的 用閃陣喔 直接一發一支喔 算是不會有太大的壓力 看這個奴炮直接被飛刀打很快啊 ok 飛刀一個一個被收下 但是奴炮也是一個一個導光 瑪莉人的飛刀努力手還是擁有主動權 但瑪莉人這邊經濟有點失調啊 你的伐木怎麼是上一人再伐木呢 而且一級農鐵沒有點 二級伐木也沒有點 瑪莉人打的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兇的一個路線喔 ALL IN一波 想要直接把布丁給餓死 但我覺得他這邊最大的問題就是他的戰術連貫 並沒有持續下去自己的優勢喔 像是他可以喔 繼續挖石頭 然後前置工程器製造所 然後打頭石車 去壓制奴炮 可以給自己壓寶有一定的優勢戰喔 但他並沒有這樣做喔 我覺得是他後續的策略喔 不夠連貫啊 有策略但不多的感覺 好現在有彈道學的布丁 這裡又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喔 三個BK出弩炮防守 但是村民還是被打掉 但是這邊串燒很舒服 終於拿到了一些優勢了 OK 這邊都串掉了這裡麻煩的 飛刀的獵手 那瑪莉人這邊剛剛斷經的關係 飛刀的獵手剛剛按不出來 經濟失調的很嚴重阿 瑪莉人這邊有點尷尬 有點尷尬 那為什麼瑪莉人沒有繼續挖石頭呢 最主要是因為這邊石頭區已經不安全 上面這個地方又沒有石頭 要連續壓寶的話 可能只能透過挖黃金的部分 但是黃金的礦點喔 又被布丁給控制住喔 但是布丁也沒有開下承認中心 在右邊喔 偷偷按純米去多挖黃金喔 所以兩邊是進行到了一個 絕地拚命的情況喔 瑪莉這邊是會面臨斷經的問題 那布丁則是面臨 對手可能會高速堪農的問題 但是對手高速堪農也只有食物 基本上沒到帝龍的時代 就不太擔心他只有食物可以壓制的問題 所以布丁只要鎖住這個區域 跟右邊這塊區域 基本上不會有太大的trouble會出現 瑪莉人這邊按了一隻騎士出來 燈爐炮還是可以反擊 城市中心射掉了一台牛炮 騎士砍掉了一台 看起來瑪莉這邊騎兵的部分 在思考要不要繼續按喔 覺得可能按頭石車CP值可能會再更好一點 但是就是補出頭石車 這就很微妙 可能是剛剛想出喔 但是工程機制到時候按到一半 就沒有繼續蓋了 好 臭屏直接收村 布丁遇到這位選手 決定使用騎兵策略 好 城市中心趕快射 奴炮 奴炮一個聚集起來 把騎士搞定 用騎士去打奴炮好像也蠻怪的喔 這個數量也不夠多 不過真的要用騎士的話 不能這樣子下水餃 不能下水餃 這裡也沒有躲掉 好 布丁在右邊 終於補下了城鎮中心 接下來布丁就可以有機會 把瑪莉人給餓死了 那瑪莉人這邊要趕快打出去 這個地方 把這裡挖穿才行 這裡挖穿的話 就有黃金可以用了 可以看到瑪莉的黃金已經歸零 但是布丁沒有意識到 右邊有人嗎 應該是有看到了吧 這裡有村民在移動 那布丁這邊可以下個馬就 按個騎士喔 去右邊抓一下 那這邊是努力 再把這裡控起來 奴炮往前串燒 誒喲 彈道雪好準 被動的獵手只剩下100滴血 走車的位置還在努力挖 但是沒有全力挖這裡 瑪莉這邊的細節做得不夠好 不夠好 這裡看起來是要被拿下了 這張地圖打起來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 所以這個細節做得不夠好的玩家 很有可能沒有辦法獲得更多的優勢 這也是一個問題 好 兩隻青騎兵 直接手刃 劉布丁這裡沒有第一時間去反擊肉馬 上市的五台奴炮 其實有點虧了 但是奴炮真的便宜 你就拆吧 我就跟你換 好 投石車繼續給壓力 前面的投車都被換掉 好 但是馬力人依舊不想要出投石車嗎 好 受不了了 補了一台投石車 但是他的投石車在哪呢 現在看不出來 在這裡 好 有投石車應該就能守得住 這裡村民可能要再多拉個幾槍過來敲才行 OK 奴炮直接被投車一發拍兩台 第三台沒有拍到 後面的承認中心顯然剩下100滴血 投石一個互丟 丟掉 劉布丁的一台投石車 但投石車最後還是換掉了對手的投石 那現在馬力已經缺金了 已經缺金了 劉布丁這邊打得很好很好 給對方極大的壓力 承認中心 動物要拿下了 好 左邊這個地方補了一個石牆 對手暫時過不來 努炮在這個窄口 發揮到了很好的作用 好 現在攻城七全面進攻 馬力人沒有黃金 怎麼辦 沒有黃金 這個地方 最尷尬的地方就在這裡 好 直接在這裡補了一個承認中心 想要在布丁家裡開農 這想法確實也是蠻大膽的 好 那這邊食物依舊獲取不易 不捨得賣食物 居然投車 反正直接選擇了用肉馬 想要去解決嗎 好 但是這裡還是沒挖穿 就跟你說這個地方要先挖 這裡細節處理的不夠好 壓力有點大了 努炮直接串爛 這台投車車 馬力人這邊細節再次的沒有處理好 投車沒有派村民去修理 沒有貼在旁邊修理 這個就算是一個失誤了 肉馬出來 想要反擊努炮 但是努炮彈道學射得非常非常準 順利的搞力了 這些肉馬 現在油布丁有進攻的本錢了 還差一百石頭 就可以來插寶 馬力人要被布丁給反擊回去了 飛盪獵手打了七七四十九天的石牆 終於放棄 而且布丁已經挖穿這個位置 有新的黃金來源 再看一下這波飛盪獵手 直接一個手刃 奴炮 兩台三台 好 第四台有機會嗎 馬力人似乎忘記這張地圖的問題 黃金會缺 飛盪獵手不能永遠的一直換下去 好 馬力現在為了要挖穿那片木群 木桶已經爆量到了一千多的木頭 好 騎士出來趕快砍 現在很慌很慌 油布丁現在優勢非常巨大 但是沒有足夠的石頭可以來插城堡 聰明只能在這邊瑟瑟發抖 現在賣木頭也會覺得虧 但是 還是想繼續按奴炮 還是想繼續按奴炮 好 補了一個修造業 跟工程機製造所奴炮 繼續按 欸 這裡 石頭還差四個 還差四個 好 趕快來挖一下 ok 差四十個木頭 還有這個石頭 石頭還差三十 趕快 現在馬力人繼續補下了馬舟 看起來馬力這邊不管要怎麼補馬舟 應該也是沒有辦法處理得了這些奴炮 自己的經濟太差 而且又沒有挖穿到後面 好 城堡直接補在了中間的高地位置 補的位置算是相對 保守 好 那現在馬力人的城鎮中心 已經只剩下在這裡的位置了 那 在家裡的位置上方 已經沒有了城鎮中心 但是這邊即將要挖穿 馬力人挖穿左邊的墓區有機會嗎 奇奇畢這邊直接砍了一波 打掉了三台奴炮 ok 這一波反擊 讓馬力人有了一線生機 一線生機 但是能夠延續下去嗎 好 布丁這邊點下輪斗技術 雙TC繼續農 但是有點斷村喔 這邊撥布丁再專心的 用弩炮跟衝車給壓力 好 想要打到最兇 但是馬力人在左邊這個位置 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是要按衝車嗎 好 直接躲了布丁的田 布丁這邊有點尷尬 忘記把田刪除了 直接被對手拿去用了 但是目前呢 還是布丁優勢 所以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這個也是細血 沒有做到這個細微的處理 好 這裡騎士出來 四隻騎士 反擊奴炮 好 奴炮的串燒效果依舊不錯 好 直接手刃 這些奴炮 奴炮這邊又被打掉 騎士殘血沒有拉回家 反而繼續往前 好 這幾台奴炮 看起來要拿下馬力人了 好 應該是打不掉 這三隻騎士想出來繼續打 後面奴炮繼續輸出 唉唷 有機會全收掉了嗎 這一坨奴奴 但奴炮後面把村民全部搞定了 騎士好像有機會喔 好 剩下兩隻騎士 繼續打 沒有先打殘血的 好 奴炮最後是搞定了 剩下的騎士 OK 往左邊趕快挖黃金 馬力人終於可以摸到黃金了 但是衝車已經在剷除這些違建了 馬力人現在經濟非常糟糕 89吋對55吋 固定的分數搖搖旅仙 現在經濟的部分 看起來馬力人是已經炸裂了 而且軍事能力也不太能繼續打 雖然按了一台衝車 但是這個石牆打破也沒意義 後面已經有一根城堡了 我已經成功了守住自己的基地 準備要來升帝王時代了 好 飛動獵手 拆掉了一台衝車 好 高打低奴炮收掉 好 用聖旅招降飛刀 躲掉 弩炮繼續輸出 但是弩炮最後是被收光 由布丁點了帝王時代 馬力人現在只能用肉馬 稍微反擊 那這一把應該是很有可能 布丁是由帝王勸退了 分數差距太大 而且攻勢也被布丁延續下去了 所以應該是不太能夠翻盤成功了 好 布丁現在經濟96對56 存名差距40吋 好 馬力人最後的一個蓋寶 可以看到這邊撿下了多重奴 羅馬人待會兒 奴炮的攻擊速度就會變得很快很快 這根城堡蓋起來 是最後的希望嗎 布丁也在上方補了一根城堡 好 做一個對應 好 看一下布丁的視野 終於發現到這裡居然有你的家 好 這邊撿到帝王時代 馬力人沒有辦法反擊 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布丁 拿下比賽的勝利 最後對手從左邊想要偷偷打進來 但是好像沒有太多的機會 帝王時代移上 城堡拆除 這裡應該就完蛋了 經濟就會炸裂 從現在後面農起來 可能也只是在脫台前 畢竟魯馬人地用時代上去之後 經濟直接起飛之外 待會也可以抱一堆騎士 或者是白夫部長 或是繼續用奴炮進攻 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布丁拿下支援上勝利 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上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